我最喜欢的奶奶就是 王奶奶 因为我觉得她对我很好 她一直在照顾 我和奶奶分开我会想她 因为她是我的好奶奶 我觉得我的胡爷爷特别好 胡爷爷很耐心很耐心 今天有没有舍不过胡爷爷走啊 明天就再也不能跟她相处了 可是我还给她礼物呢 那我们下次见到她给她好不好呀 我想跟老爷打个电话 老爷 今天了 想老爷了没 想了 老爷我还挺想你的呢 尽快那个录完了以后回家来啊 嗯 回来跟我老爷去接你 好 我现在 嗯 可以给你爸打上个名字 会给你爸打电话 不会 我不知道跟我爸说什么 嗯 可以给你爸打上个名字 会给你爸打电话 不会 我不知道跟我爸说什么 嗯 我很少给我爸打电话 应该有十年了吧 就是有的是 我觉得可能男人之间 不是用语言沟通吧 我父亲跟我生活了一段时间 在今年 嗯 偶尔我会冰冷一点 因为我觉得 我怕 我 我们正常的交往会 太多的语言会产生冲突 所以我选择了逃避 但是他走了 他回到家乡以后 我觉得 就是我不想把他被那种遗憾 所以 给我父亲 手写了一封 可能有四十页的信 我写了很久很久 我希望 我们把那种障碍 慢慢地去除掉 我们彼此 肯定是很爱对方的 我觉得父子 但是我跟我爸之间 很难表达 他可能有一天看节目 他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爸爸 他就很 很有 很安慰 我觉得这就是我 作为一个儿子 给他最好的一个 表现吧 接下来我们拍一张大合影 好不好 三 二 一 茄子 茄子 今天我们的爱与表达 是多方面的 当王涛老师用爱的方式 化解了小矛盾时 莱莱用对不起 对这份爱做了回应 但不 你肯定可以做的 当飞飞领唱结束后 妈妈也用深深的拥抱和亲吻 回应了孩子为爱的努力 爱玲玲 在一个不恰当的恰当时机中 重新和爸爸听到对方内心中 爱的声音 从而更加确定了爱 我们在爱中成长 在成长中学会了更好的表达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广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